嗨 好久不见 今天临时来跟大家录一个视频 是新品宿地 这是OLED的这个流光瓶 因为OLED一向都是主打烟线胺的嘛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不太陌生 那这个跟它之前的小白瓶又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要说到为什么要设计这一瓶出来 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细胞自视 细胞在正常的代谢摔老过程当中 或者是一些异常的损伤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的这一些废物呢 它有一个机制 就是它会通过分泌一些囊泡 来把这些东西包裹起来 从通过溶媒体去进行溶解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叫做细胞的自视 你从这个字面也可以理解出来 它是一种细胞自身的一个清理的机制 可以去除掉一些老废的物质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细胞的这种自视能力 它也是在不断下降的 这个时候呢科学家就会想到 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它的自视作用吗 会不会我们促进了它自视这一个作用 这一个动作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的去减缓机体的摔老 当然了只能是某种程度上 因为摔老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细胞或者说一个机制就可以决定的 刚才说的自视这一个作用机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不同的基因去参与到里面 其中呢有一个基因叫做ATG5 所以说如果能通过某种手段去上调这个基因的表达 那么我们就可以促进自视的发生 研究就发现呢烟纤胺它是可以上调ATG5的表达的 到这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结论是 烟纤胺可以促进自视 那么在这个环节上就出现了保洁这次推这款产品的一个故事 他们发现在酸性环境下PH3.8的环境下 烟纤胺对于自视的这个促进的作用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说呢他们就锁定了自己的关键动作 就是要把这个产品的酸度调低 那么怎么样再保证在这种酸性环境下 烟纤胺还保持它的稳定性而不会产生烟酸呢 最后是得到了一个配比是烟纤胺乳酸乳酸钠 在一个特定的配比之下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稳定度的 可以让烟纤胺缓慢的释放 然后他们这个配比呢也去拿了一个专利 所以说我对这个产品是有一定的好奇度的 可以说从成分的层面上来说 这个是我重讨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小白瓶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等于说又帮我多加了抗氧化的这个步骤 所以对我来说呢是过了成分的这一关 那我们再看它的质地 它是一个比较稠的质地 推开之后能够感受到这种露状 液体状的成分里面 它算是比较稠的 可是它不会粘 所以说在夏天用到这个的话 像我这种混合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 敏感肌还是最好先做一下测试 在这种面部的边缘啊 因为它毕竟乳酸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我自己虽然是敏感肌 但是我刚开始用它呢 就是一次四五滴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而我现在的话就是一次一蹦 敏感肌跟敏感肌也不一样 所以建议还是去试用一下 比较放心一点 那么这个产品能不能在白天用呢 其实是可以的 它不会像做过医美 打过激光的脸那么的脆弱 让你必须要就是全方位的防护道 才可以出门 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是呢还是要涂好防晒霜的 只要涂好防晒呢 也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因为护肤品它本身透皮率 就不可能高到那种程度 所以说呢刺激度也不会达到 像医美那样的程度 另外说一个小缺点啊 这个可能是会导致我 虽然蛮喜欢的这个成分 但是我可能不会回购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不至于说是特别难闻的那种 像SK2那种臭味 那倒不至于啊 但是我自己可能对于护肤品的味道 还是接受度比较低 我更希望护肤品做到一个 刚好没有味道就OK了 就是香味也不要有 臭味也不要有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 对于味道比较介意的话 可以去试闻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这段时间 试用这个Lady新品的感受 整体上来说呢 就是不管是从成分 还是使用感上 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是香味稍微劝退了我一步 所以可能不一定会回购 推荐度的话 五星可以到四星 那之后这段时间 我也会陆续的开始恢复更新 会放一些跟护肤品相关的 空瓶剂相关的 或者是医美相关的 都有可能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说 你想看哪一个产品 或者是哪一类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